大家好,我是陳美濤 今天想說各個版本的楊宵 第一個楊宵是不同,年代都很久遠 到1978年,電影版楊宵是黃蓉 蓉馬生崖的蓉,不過氣氛不多 電視版就是黃韻才,他的演繹沒差錯 但他當年做花滿樓實在太經典了 而花滿樓是一個斯文又合氣的公子 還有屬於他的專屬主題曲 現在看回,怎麼都覺得他是花滿樓 而不是孤傲的楊宵 台灣版是高一傑,他的演繹都符合原著 但外表和扮相比較光明左視 很能幹很正經,但就差了少少個人特色 到梁朝偉版以天,就是麗看詞 斯文英俊,但書生戲比較重 沒有楊宵的狂傲,欠了些氣勢 1994年TVB電視劇《金無師王》 何英偉做楊宵,扮相是否非常不楊宵呢? 因為劇情改了很多,楊宵是奸國 為了做明教教主,還與金無師王打對台 可以算是同仁作品了 到馬景圖的以天,楊宵是孫興 比男主角更出色,亦正亦邪 風流剔躺得來有心情 而且幾曉符死後,他還演到一種妻婦的感覺 這是原著有寫,但很少演員把握到的 當時有個說法,一見楊宵誤中身 可以見到楊宵是多麼有魅力了 之後是張兆輝,他的演繹比較沉穩 演繹到楊宵的致謀和內涵 完全是幕後大佬那種感覺 他與紀曉符的感情線也沒有那麼偶像劇 反而是很有起伏轉折 比較像現實中浪子會產生的感情 至於張鐵琳,他是橫珠格格的黃鴨馬 演楊宵時也很黃鴨馬 完全是很威嚴很霸氣的,但就沒有楊宵的孤高和癡情 令觀眾不太體會他與紀曉符的感情 然後就是吳曉冬,他的演繹沒什麼問題 但外形比較配角,不太起眼 可能我們對楊宵的要求比較高 他與泛瑤、四大法王等不同 他的人物設定和故事都很吸引 我們希望投入楊宵的愛恨情愁 所以外表很重要 最新的以天,林宇新版楊宵再創高峰 他演到楊宵的易貞易邪和江湖味 而且眼神夠了心情 令大家多理解到紀曉符的不悔 而且,這個版本在武功和感情線上 都抬高了楊宵 還增加了很多細節位 營造出他時時刻刻都掛著紀曉符的感覺 非常動人 你最喜歡哪個版本的楊宵呢? MING PAO TORONTO